Liv Chark 嗨 大家好 我是Tank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 豐群模擬器 沒錯 我最近都在玩風情模擬器 那今天呢我們要繼續探索 如果你擁有十隻蜜蜂的話 你就會開啟了這個竹子田 右上方的這個十隻蜜蜂的這個區域 進去之後呢 我們來探索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其實 東西還蠻少的 就是它後面越開的東西其實就沒有量那麼大 我們先進來 進來這個 一個獅祭的田 那一進來左手邊就會看到這邊有一個MM 那這是一個小遊戲 它其實各種它的地方各種都充斥一些小遊戲 那它這邊問你要不要花兩萬五的蜂蜜來 玩這個記憶遊戲 那基本上才兩萬五我覺得OK 可以玩玩看 玩完之後它就會給你一些禮物這樣 那本來也有三次機會 但是因為它後面 給我一個Badish Chance 它後面加了三個 我們現在總共有六次機會 來玩玩看 好 我玩其實遊戲習慣都是從頭開始 雖然我知道它很常 就上半部跟下半部是完全分開 但 我們就開始吧 彩票五張 冰桿 好 寄什麼東西就可以 R 果醬 果醬 欸這個才中 這個是鳳梨 鳳梨 欸 這今天是怎麼回事 蛤 還有 它還有這麼多種類就對了 唉唷 這是怎樣 糖果 辣梨 餅乾 好 好像還行 這是沒抽到彩票 但抽到兩個這個 還不錯 兩個這個 皇家 不是果醬 為什麼每次都講果醬 皇家果凍 哈哈哈 天哪 剛剛有人聽到果醬嗎 沒有人聽錯 一定聽錯 果醬 果醬 R 果醬 好 那這就是那個小型 那基本上它兩個小時玩一次 那很便宜 只要25000的蜂蜜就可以進來玩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嘗試 考驗一下自己的記憶力 那玩了之後我們進到這個商店 這商店是10級的商店 那基本上它就會有 包含很多的 像武器 武器的部分 還有這個 收集器的部分 它就會比一階的商店 再往上提升一個檔次 但是 這邊的武器都沒有比 包含到這個蜂蜜棒這邊 都沒有比這個 藍色商店 大家還記得我們 上一集有講到 藍色商店裡面 它有 它有武器 它有收集器 然後它還有 呃 像左肩啊 右肩這些東西 所以在這一個商店裡面的武器 跟收集器 都沒有比藍色商店的還要好 換句話說你可以先來這邊買 買完之後等你籌到的錢 你再回藍色商店買 也行 這樣 然後這邊的話它就是有 左肩跟右肩 好不好 它左肩有兩個 右肩有兩個 它分別有不同的屬性 它我們可以去研究一下 然後是腰帶跟鞋子 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降落傘 這降落傘 大家應該 有看過用嗎 好像還沒有看過用 要用給大家看 降落傘是 什麼樣的形式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買 這個是一個小傘 之後還有滑翔翼 然後那個很酷 但那個我還沒買 因為我覺得買了可能 呃 我不知道實際上有什麼時候 可能有一些 比較刁鑽位置的那個 就是 隱藏資源需要靠那個才解得到 比較特別的是要注意一下是 這邊它的登山靴 它加了6的 6的移動速度 然後加10的跳躍力 然後加踩技能 移動踩技能 然後 然後在這邊 頭盔的部分 螺旋槳帽子 它也加了10的 Jump Power 跳躍能力 也就是說 你當你在十元商店 不是十元商店 當你在就是 十隻蜜蜂 才能進來的商店 我們就管它叫十等商店好了 十等商店這邊 你把 你全身上下 所有的裝備 都買齊了之後 那理論上 你會有加 20的跳躍力 對吧 但是 但是 這個20 分別是在 帽子跟鞋子上面 而 當你 下一次換裝的時候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在 20隻蜜蜂 噢 對不起 25隻蜜蜂的時候 那間商店 裡面 的東西 會變成 帽子 沒有加跳躍能力 而鞋子 加20 來我們看這邊 鞋子加了20的Jump Power 但是帽子 沒有加 然後 而且帽子又比較便宜 也就是說 當你進到25級商店的時候 你先換了帽子 各位 你本來 可以跳著上去的有些地方 大家看我前面很常跳這跳那對不對 本來你跳上去的地方 但是你會因為25級商店先換了帽子 而有些地方變得跳不上去 這個之後 我們到25級商店的時候 我會 再度提醒大家 就是 切記 我認為 25等商店先換帽子 是一件不治之具 好吧 你甚至你可以使用這頂帽子 因為你之前買過嘛 我現在可以裝備這頂帽子 我現在裝備的話 那我的跳躍能力就有30 我可以跳很高 那當然它 25等帽子 它也有其他的 其他的buff 整體來說還是 還是 越高等級的帽子越好這樣 所以 這個 這個點大家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逛完商店之後 我們就要正式出去 找我們的 田地好不好 基本上 10等的這一塊地區 只有兩塊田 一塊田就是這個 鳳梨田 鳳梨田的話 就是有一隻 喔 它是螳螂喔 我以為是炸猛 Mantis是螳螂 對不起 我更正一下 我上一集的說法 好不好 Mantis是螳螂 我以為Mantis是炸猛 好 那 它有一隻螳螂 跟一隻 那個 毒腳仙 那另外呢 還有一塊這個地 這個地呢 叫做樹莊 好不好 我查了老久了 不知道這個田地叫什麼 這個田地叫樹莊田地 那為什麼叫樹莊呢 你不要看一隻大蝸牛 想說 是什麼 什麼蝸牛田地 沒有蝸牛田地 這是樹莊 樹莊就是 我們遠看這邊 它其實就在一個 樹莊的上面 的一塊田地 好 那這個田地的話 它的特色是 呃 真的有火 沒吃到 好 這個田地的特色是 你進來之後 它就有一隻 專屬於你的大蝸牛 跑出來 每個人都有一隻自己的 然後你的蜜蜂 只會去打自己的 大蝸牛 這樣 那它跑出來之後 它作用什麼呢 讓你的蜜蜂 可能有採集 效果加成的都沒辦法用 因為你的蜜蜂會主要 主要是去 去打這隻樹莊蝸牛 所以它就不會 比較不會在上面放一些東西 你看它現在放出來的 都主要是跟戰鬥有關的 放出來的東西主要偏向跟戰鬥有關 那你可能可以打這隻蝸牛 打比較大力一點 但是 跟採集加成有關 像炸彈啊 像之前那個 那個 花粉銀幣啊 都 都不會有 那 但這個蝸牛只會在中間繞 也就是說你可以站在中間 然後掛擊 都會沒事 但是只是你的蜜蜂會 會去打蝸牛 那這蝸牛好打嗎 不好打 各位看這個血量 我已經打很久了 這隻蝸牛它的血量是記憶的 它後面應該有說 就是 它現在變成中文耶 生命之保存 我記得我剛開始來說 我記得它還是英文 那 這個 血量是記憶的 也就是說 呃 你沒事欸 我現在走掉 我下次再跑出來 它生命會維持我現在走掉的時候 的那個樣子 所以 大家也不用擔心 哦 這麼多血量打不完 是不是就不要打 沒關係你就需要打的時候再來 欸 那什麼時候會需要來 基本上我先來這邊就浪費時間 因為我在這邊站 不要講幾個小時 我站5天可能都打不死這隻蝸牛 那我什麼時候 才該來這邊打呢 因為後面會有任務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我剛跟大家介紹 這是 樹莊田地 因為後面會有任務 怕大家找不到 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遇到 要打樹莊田地的時候 要採集樹莊田地花粉的時候 才要來 它基本上採集的速度 會比你一般還要慢 因為 因為你的蜜蜂都在打蝸牛 不幫你做一些採集的一些BUFF 因為它蜜蜂自己也不會去採 好 那 那這是樹莊田地 樹莊田地 完之後我們來這邊 看一下這個商店 這個商店是 應該是用 用彩票 沒錯 用 用票券買這個魔鬥 那看大家有沒有魔鬥的需要 魔鬥在之後 要做星星果凍的時候 其實 包括做裝備也需要 但是 大家見仁見智喔 因為彩票也是 很珍貴的 好 那完了之後 這個是彩票跟蜂蜜 是用瞬間轉換 即是你消耗一張彩票 你可以把你身上 現有的花粉全部轉換成蜂蜜 這是一樣 因為這個離一開始蜂巢很遠 那如果有人想要長期待在這邊 他可能就花一張彩票 就解決就完事了 這個大炮 黃色大炮 它是發射為一開始原點 你剛出生的地方 好 因為我們還要繼續往下去介紹 所以我們就先不發射過去 好 那完後這邊是科學熊 就是 上一集也有提到 就是關於翻譯機 翻譯機的由來 好 就是要解決這隻科學熊的任務 那基本上科學熊的任務 它會伴隨著每一次的提升 可能就會要求你要新多發現一種蜜蜂這樣 那基本上當你發現 你解到它的任務是發現25隻蜜蜂 不同種類的蜜蜂的時候 你完成那個任務 你就會獲得一台翻譯機 獲得第一台翻譯機 好 那就是科學熊NPC 在這邊 好 那 十級的田地大致上也長這樣 因為這邊在過去就是藍色花園的 藍色商店的部分 那中間有一個這個密道 這個密道 其實它其實是通道裡面 就是一樣 我們下次去撿東西的時候才會跟大家講 但是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 我要跟大家講解一下 大家知道為什麼 在這邊有一個 呃 票券轉換器嗎 就是瞬間轉換器嗎 剛剛我給大家的解釋是 呃 因為這邊 離蜂巢有點遠 所以有些在這邊打一打之後 不想回去 那現在有牙跑出來了 那 我現在身上裝滿 但我不想回去 我就在這邊畫一張票券轉換 這是一個解釋 但其實 還有另一層原因 準備好了嗎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到一個非常詭異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條長長狼道 然後後面 我的後面 出現了一隻台灣黑熊 好不好 它叫什麼 地道 地道熊 好不好 等級是9等 那 那基本上進來之後 你就要非常小心 一一的往前走 不能走太前面 不能走太後面 基本上它一碰到你就會死掉 所以不能讓它碰到 然後你要在走完這條地道之前 把它給幹掉 我現在很緊張 因為我從來沒有打過這隻 我上次進來的時候 喔 這邊 如果你發現不行的時候 趕快在中間 按1離開這個地道 好嗎 你要是死了就來不及了 我上次進來的時候 還打不贏它 那我這次 因為為了拍片 所以再次進來挑戰 不過再次看這個時間 好像 有戲是不是 有沒有戲 但基本上 它所有它可以BUFF 我都吃不到 因為我去吃BUFF就會死 一碰就死掉 大家如果 想看的話 可以自己測試一下 這個 這個熊跟 跟你的心一樣 你知道嗎 一碰就會碎 等一下 它離我有點近 有點焦 欸打死打不死 好像 有點 要多久 快到底了 快到底了 有點緊張 欸欸欸 好好吃一下吃一下 這是有BUFF的 加入 戰利品 沒毛用 那個 你們加攻擊的 給我加一點攻擊 還2700 好像要死掉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欸 不要啊 完了完了 完了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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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了 等一下 等下 等下 Oh No Oh No Oh No 它有多少血 完了完了 1000 好我死了 各位 拜拜 哈哈哈哈 碰一下瓜 各位有點難受 還有1000滴血 好這隻 還是沒有打贏這隻 地道熊 但是 只夠大啊 我現在 我現在這麼廢 還打不贏 那 有興趣的 好不好 你換滿全身的裝備 再打 說不定有機會 我現在這邊 還太菜了 我還是要加強一下 那 以上呢 就是今天 這個 十幾 十幾田地 的介紹 東西 大家應該有發現 變少了 就是沒有像前面一開始 有那麼多 很多東西 但是 好玩的東西也變多 然後可以挑戰的東西 就是 包括那隻大蝸牛啊 你可以去 挑戰它 就是 看 要花多這種時間 打死它之類的 還有這個地道熊 哇 真的是 嚇死了 主要還是那間商店啦 那間商店裡面的裝備 會幫助你在 呃 算是進入十幾之後 已經進入中期 讓你 比較好的度過 度過中期 那些裝備 真的 每一個都很重要 有錢就去買 好嗎 那 下一次儀的影片的話 我們一樣 按照慣例 我們會介紹 就是 就是 之前草莓田地的左邊 就是 這個 十五號門 我們會去看看 十五號門 後面有哪些東西 那基本上 十五號門 算是最後一塊 有很大的區域 然後很多的東西 可以介紹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十五隻蜜蜂門 後面的 東西 其實 種類也蠻多的 然後也有很可怕的東西 在等著大家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如果你對 風群模擬器 或是對我們這支影片 有什麼 建議 或是想法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訴我 又或者是你打贏那隻熊 好不好 打贏地道熊的 可以留言一下 教我怎麼打 或是說告訴我 至少要到幾等 其實是蜜蜂才打得贏這樣 那就這樣 掰 我是Tank 我們下次再見 都 neat 比如請